如果今天這個角色是感性的戲比較多 導演會希望是宇文去演 就是因為我們的導演都會說 戲比較多 然後像比較多偶像劇 一些那種很有錢在那邊小孩子 然後男主角小時候都會叫我 屁子就是你啦 多嘲善感就是他啦 對啦 不過這樣也好啦 因為演的就比較入戲 就比較像 可是我們兩個有過很扯很扯的 就我們很累的時候我們睡覺不會打呼 可是我們會有講夢話的習慣 為什麼不講一樣的夢話 我們一直說兩個一直下來說 我愛你啦 講這樣的夢話還不夠誇張 誇張的是我們夢話會對話 誰聽到 就是姊姊聽到 所以我們自己來講不準 可是姊姊就是隔一天早上 我們睡起來的時候 來幫我們蓋被子 或是在我們房間拿東西 就想說奇怪一開始聽覺得不太對 怎麼一搭一搭 一唱 一唱對 以為我們在聊天 可是才發現我們根本眼睛是閉著 一個上撲一個下撲 然後 就這樣 他在講什麼 就是 週末我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然後我們隔天聊 好比說啦 我會說 那你要今天吃什麼啊 跟誰啊 跟誰出去啊 然後我們過來 我們就吃那個什麼什麼小吃 然後我沒有記喔 說接就接喔 對 因為我們自己不知道啊 就是人家講了 我們自己也嚇一跳 欸那你會覺得雙胞胎來當主持人很好 就比較有一些 而且聽說你們兩個去拍戲嚇到導演喔 喔對啊 就是一個導演不知道我們雙胞胎 然後 怎麼會有這麼瞎的導演 那全世界誰知道你雙胞胎 那個就是我們剛剛出道的時候 剛出道的時候 那個導演就是 爸爸要抱著我在手上 他就看Monitor 已經準備Standby 準備要無視三 導演 導演通常是坐在那邊 看著小電視 然後他們在前面演就對了 對不對 那時候 鏡頭裡面就是我跟演我爸爸的孫心 他就把我抱在手上 結果這個時候語文啊 就姐姐帶他來嘛 來看我拍戲 就叫他拿咖啡給導演啊 想說欸你去過去給導演 那個就是導演 他也很開心 小時候不懂事 欸導演導演喝咖啡 導演就說 有啊 已經Standby了 你怎麼還在這邊 然後看到鏡頭就 很肥大 講到變鬼了 對啊 嚇死了 電視機裡面的人怎麼在我旁邊啊 對啊 Standby了一刻 螢幕有點Lag 好可怕 好可怕